澳部准备要出笼了吗 让我们继续看下去 不过民营党的执政七年 真的大家也看得很清楚了 是不是对不起台湾人 赖清德2024恐怕吞苦果 吞的是蔡英文留下的烂账吗 先来看的是蔡英文 民营党执政即将满七年 这次的民调显示 根据桃源孙先生所做的YT 网络的民调 这来看的是 打100分的只有3% 80分以上的1% 60分以上的2% 剩下的这个黄黄一大块的 59分以下不及格了 99%的人高达 这个这么9成的人 一面倒的 把蔡英文的七年的执政的分数 打到不及格了 来 大家觉得蔡英文 应该被打几分 她的执政 在我们的YT聊天室 也欢迎留下你的意见 帮蔡英文来打打分数 当然来看的是 很多人就大骂了 有人说这个党不灭 台湾就先倒了啦 也有网友说 这真的要下架民进党了 因为呢 实在是没有苦民所苦 那其实呢 无论这个好感度都低于 负声量比正声量的 如果我们来看 就是根据了 快息舆情资料库 所做的一个最新的一个分析 行政院各个部会的首长 网络情绪的声量 跟好感度的分析 那里头把哪些人抓来比一比呢 包含了陈吉舟农委会嘛 好 林又昌内政部嘛 还有经济部的王美花 吴钊燮外交部 好 国防部的邱国阵 数位发展部的唐凤 还有NCC的陈耀祥 以及交通部的王国才 还有呢 这个来看卫福部的薛瑞源 以及这个来看的是呢 冯世宽党人 全部都拿来比一比 好感度居然都低于一耶 负面的声量 都比正面声量来得多耶 好 这回呢 这个快息舆论资料库就分析了 蔡政府执政的公与过 将成为赖清德选战当中的资产 但其实也是负债啊 如果施政继续呢 背离民意 倒行逆施 苦果恐怕是由赖清德来扛来托恩哦 好 不过当然来看是 绿营的党内人士就说了 赖清德过往的政政历练 还有他的国际视野 在各党选将当中 其实是居于优势 中间跟年轻族群 将会是选战的一个关键 那现在最近呢 也可以看到赖清德动作频频 想要强化跟年轻人之间的互动 包含像是他开了自己的YT频道 YouTube频道 同时在脸书也开了直播 广纳 包括了陈水扁 蔡英文 文轩的幕僚 那时事评论员呢 尹乃津都说 年轻人对赖清德的影片 好像看起来一点兴趣都没有 听说直播的时候只有600人看 那时事评论员呢 黄奥铭就说 赖清德最近很努力操作 网络的事情 但是看起来 呃 成效不张 他的网络声量是很低的 除了跟网络一直保持距离 自身的原因就是因为他 太无聊了啦 那前立委郭正亮则说 看赖清德最近几波的操作 我觉得他文宣团队真的蛮弱的 小英被幕僚调教一下 还可以呢 到八成的状态 那赖清德大概只有五成的 这个状态了 那台湾民意精进会 董事长游吟龙他在分析 如果侯柯 也就是侯友宜跟柯文哲 两个人联手 锁定类为首要敌眼 形成二 打你一 这样的一个局面 民营党赖清德这场选战 恐怕轻松不起来了 不过当然这也是要看侯柯 能不能够联手啦 他们愿不愿意啦 当然国民党这回 征召侯友宜来决政 2024 对此呢 有年轻人就觉得 国民党也没有人了啦 只能够由呼声最高的 侯友宜来出现 但也有民众认为呢 其实呢 此刻兰一就是要团结 才能下架民进党 国民党确定征召侯友宜参选2024 做事至少是OK的 我觉得反正国民党也 讲难听听也没有人选的啦 对啊 他也只能提一个侯友宜啊 你看朱立伦怎么可能 支持侯市长 支持郭台铭就支持侯市长 我喜欢侯市长 我好喜欢他 你喜欢他哪里 我觉得他给我感觉就是可以相信的人 一个可以相信的人 我觉得啦 好像还不错哦 就我们黑白两道都认识了 我支持柯文哲 那国民党的侯友宜怎么办 我跟他不熟耶 我没有太关注到他 应该大家要团结 不要分裂 然后主要是要下架民进党 我们台湾才会有救 怎么看他们提侯友宜 就是也蛮合理的啊 因为国民党能派出来的人蛮少的吧 而且因为侯友宜算是 在国民党的人选里头 算是比较可以横跨到 没那么蓝的人的选民吧 他就恭喜他这样 恭喜他 对 你看得很虚伪 因为毕竟我穿绿色的 他张佛友宜 对啊 因为他就是国民党里面 呼声最高的啊 不要口出二言就好了 合作就好了 民进党政府不要再关中天了 赶快赴台谢谢 好 我今天问你说 我想征召侯友宜 很好啊 至少人选出来了这样子 确定了 这样子团结才会力量大 然后看能不能把民进党下架这样子 谢谢变姊妹嘛 看到你本人了 对 对侯友宜也不错 但是他不适合现在出来 我也觉得他应该是做完这一任之后 在那个我不喜欢中途而废的感觉 想说会不会跟之前的那个高雄市长一样 怎么样 就是原本说原本都是当市长 然后就突然跑去当什么中冲什么之类的 就不意外 就侯友宜啊 那就也没什么好惊讶就这样子 我会支持柯文哲 原理是什么 他比较 清明吧 现在只能找一个 大家知名度还算够 然后名望还算够的人出来的吧 感觉侯友宜就是 民调可能比较高吧 他可能做得很好 所以才会被征召吧 你说侯友宜吗 呃 应该还不错吧 他应该做得蛮好的吧 在清德侯友宜 柯文哲你喜欢谁 柯文哲吧 对啊 就感觉比较 比较跟年轻人心中的话比较像 柯文哲吧 你比较喜欢侯友宜 原因是 就觉得他的正直啊 我喜欢选雷清德吧 因为他台南那时候 其实做得很好 因为我南部的 我是南部人 所以对于北部的 这次没有什么去了解 柯文哲 侯友宜 赖清德 你喜欢谁 赖清德啊 就最不会想投 应该就是柯文哲吧 那你想一个你喜欢赖清德的 你喜欢 因为我比较偏女 所以我就是会投民进党推出的候选人 这样子 侯友宜 你喜欢侯友宜 觉得 原因是 讲话比较直接 通常都是爸妈叫我选什么就选什么 没有 这次还没讲 对于真正侯友宜 有人赞成有人反对 但是蓝营支持者认为 国民党一定要团结 好 接下来的问题是 侯友宜到底会不会代职参选呢 好 可能在9月10月提请假捐薪水吗 面对民党的要求他要辞职 捐薪 侯友宜表示不但会捐出自己的 还会捐的更多 针对了5月20号 国民党实施大会 是否会约郭台铭出席展现蓝营的大团结呢 侯友宜表示 17号才被告知了刑场 所以一切按照党所安排的时间规划 对您看 听他这么说 对国家在现阶段国外情势选进国内百废待机 其实一个对国家社会有责任的人 绝对不能视而不见 应该挺身而是 让我们国家社会进步 当然对新北市来说 国家跟新北市也都是息息相关 所以我一定选意让新北市在这段时间 仍然永不停歇的往前走 那是规划9月或是10月要请假吗 那有规划说捐薪水这件事情吗 其实我对国家社会的使命 当然会坚持我自己 还会坚得更多 南投县议长昨天退党你怎么看 在你被挣扎的同一天 然后又有立委建议你说 是不是应该赶快下乡跟郭董社会关系 然后还有郭文人说他们要转投柯文者 不分你我不分足齐 更不要分法文派 最重要 我们都是台湾这个土地出席 我们爱这个共产民国爱这个台湾土地的人 所以任何一个人 我们都用良善的态度来面对 大家一起攜手共进 让国家社会能够大进步 市长5月20号的事实大会行程 大概是怎么样 那会邀请郭董参加吗 520的行程 因为是昨天党才告知 所以我们一切按照党所安排的时间 做我该做的事情 是的 欢迎待